浩天宗四把极致之锤 每一把都曾压服过一个时代 最强的一把直接抱锤过两位神 第一把浩天宗最重之锤 拥有者浩天宗最强宗主 九十九级爵士斗罗 半神唐晨 这把锤子重达一万八千斤 这已经不是人的力量能够使用的 毕竟天使之神千润血的神器 天使圣剑才三万六千斤 不愧是浩天宗传奇宗主 作为三大爵士斗罗中 最强的存在 单单是这个锤子的重量 就让人文之色变了 这把锤的拥有者是当代浩天斗罗 唐三的父亲唐浩 在唐晨消失的年代 唐浩就是浩天宗最强的代表 是整个魂世界闻风丧胆的存在 先后锤过两代教皇 三锤震慑惊惊恶斗罗 恐怖的爆发力让九十八级的二供奉赶战心惊 九环旗诈使得罗刹神比比东都感叹 这一季拥有了神级力量 真是当之无愧的极致力量之锤 第三把最强实力之锤 拥有者双神为神王唐三 一路走来唐三用浩天锤打败过无数高手 其中就有两位神级强者 千任雪和比比东 并且唐三最后成就双神为神王 成为大陆名副其实的最强者 所以他的浩天锤就是名副其实最强之锤 第四把号召力最强之锤 他就是浩天令 是唐晨的信物 虽然他没有什么强大的威力 但却是浩天宗最强信物 见到他如同唐晨清灵 可以号令整个浩天宗 当初唐三凭借实力打败众位长老之时 长老们也是口服心不服 但唐三在拿出浩天令之后 这些长老立马心热成福 由此可见浩天令强大的号召力 对此老铁们你怎么看